第五題伏地挺身是一種 很好鍛煉肌肉的方式 可視為一個槓桿 右途是右嫌在某一時刻的動作 他將雙手撐地於A處 重心位置落在B處 腳在C處撐住如右途標示 腳他的體重65公斤重 則此刻他的雙手必須對地面 施以多大的力F 才能維持此姿勢撐住自己 這要做槓桿 施力幣乘以施力等於抗力幣乘以抗力 我們從圖上看出來 我們的C叫做支點 所以我們的65公斤重是抗力 他的抗力幣呢 就是這邊的90 那麼我們F是施力 他的施力幣是40加上90 所以我們施力幣乘以施力 130乘以施力 等於抗力幣乘以抗力 抗力幣是90乘以65 我們這個消掉呢 這裡是2 2F等於90 所以F等於45公斤重 所以呢 他要施45公斤重力量 才撐住自己 所以第五題問我們說 他的雙手必須對地面 施以多大的力F 才能維持此姿勢撐住自己 我們答案選的是B F等於45公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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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等於45公斤重